游游记之中,谭生试图能够取得真金,孙悟空空不可没 如果没有孙悟空一路斩妖除魔,那么谭生几人恐怕早就被妖魔鬼怪给吃了好几次 而在取得真金之后,孙悟空也得到了奖赏,那就是分为斗战圣佛 这斗战圣佛在佛界是什么地位呢? 实义又是怎么样呢?能不能打过光阴呢?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说到这几个问题 首先,斗战圣佛在佛界排名第31,低于谭生但高于光阴府上 要知道,佛界最高领导人一共也就35个佛 之后才是菩萨级别,孙悟空能挤身35佛之一 说明其地位还是十分同高的 再说斗战圣佛的实力如何呢? 其实,孙悟空未成佛之前实力已经很强 如来在封孙悟空斗战圣佛之时说道 当时用圣尊法力才降服住你 说明孙悟空取经之前的法力都差点让如来招架不住 再加上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历练 以及成佛的属性达成,实力肯定是远超从前 那对比光阴菩萨的话,谁能更厉害呢? 其实首先我们要知道,光阴的实力 光阴虽然只是菩萨级别,可实力却是西天数一数二的级别 单单那个杨子玉京平就已经死亡了得 孙悟空没有成佛之前都拿不动 虽然成佛之后实力大声,而且地位也高于光阴 但是实际上也并不是光阴的对手 因为光阴还有一个称号叫做七佛之师 简单来说是佛的老师 光阴有如此水平定是孙悟空比不上的 所以哪怕孙悟空成为了斗产圣佛 也不是光阴菩萨的对手 今天视频中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